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次跟大家看看 早前我們特首李家超 跟大家說厲害 經過這個人才計劃 吸引了很多人來香港 數字更加超過10萬人 有人說厲害 證明香港還是有吸引力 但是如果你看看小紅書 誇張了 就說你用五千元 就可以申請有香港身份 現在在小紅書裡面的廣告 多到爆燈 這個高財通 有人說原來都益了中間人 另一條水路來的 有人覺得尊財未到 香港錢都未賺到 這班中間已經拌了大筆油水 更加可以和大家看看 關於輸入外勞的問題 尤其是建造業 看到有人說 外勞那種薪金 簡直嚇死人了 難怪只有這麼多內地人 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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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是否真的賺到這麼多 甚至有人會想一下 究竟外勞是否賺得多於香港人 真的 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益了人 不益自己人 難怪不得要派多點消費券 要不然香港經濟又搞不定 或者基層市民生活就很艱苦 這種說法當然有他們的看法 但是 如果你好像看到這個報道指出 現在小紅書裡面的廣告多到嚇死你 就說 中介在賺大錢 那需要做嗎 每個人做中介就行了 香港究竟有多少真是專才 有多少真是所謂的有能力的人士 原來某程度上有辦法 人家是可以幫到你的 其實小紅書裡面 你知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那個另一個 就是 說到說有很多人是借用香港身份做一個跳板 其實這件事可以看得到幾個問題 一件事 他們是不是真心想過來香港呢 不是 第二件事 我們政府想著輸入專才就是幫香港 原來現在這一班 可能分分鐘都不是真心幫我們 甚至乎 他們只不過轉個頭又走 這樣的話 其實 真的搞不定 留不到人才 那政府會不會打擊一下呢 我們看看究竟 現在小紅書上面的報道就是這樣說的 就說 對於內地人才移居香港 究竟的興趣是否真的這麼大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真的有興趣 你看得到的 那個跳板問題 微信 小紅書上面 湧現大量移民中介的廣告 而說到 一間比一間低 由六萬元 全家包裸身份證 到八千九百九十九 甚至乎五千元都有 內媒形容 現在目前諮詢情況是很火熱 但是非常混亂 這些呢 不知道會不會轉個頭 錢收了你先 然後什麼都拿不到的 又是詐騙的了 當然有 你不用怕 一定有 有些混水摸魚在裡面 當然 現在說到包搞定 其實政府已經不是弄了一條渠道出來的嗎 搞到人家那些工人姐姐 找一些我來自什麼城 那些嗎 不是吧 你還要被人吃甲棍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要正視一下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本身整個高財通的計劃 就是希望可以直接吸引到一些有能力 甚至乎真是有料的人士來香港做事 甚至乎定居 因為他對香港有貢獻 那我們給他一個身份 即是等價加換 等價加換現在變成一個價 是真的用金錢來衡量的 我給5,000元就能夠成功了 那其實 那究竟 有人就說 這個高財通 到最後不怪得內媒 現在近期說 就說香港油麻地 那些妓女湧現 賣人物業 很厲害 喂 你真是 什麼人都下來了 來到香港 你拿了香港身份證 我不是說你介意拿香港身份證的問題 現在你的問題是本末倒置 現在這個情況是這樣 你有中介 中介寫包單 收了錢 你是全家 來香港做什麼 每個人都說自己高財通 說自己有犀利 我調理龍無系 你在內地耕田 不要緊 香港可以給你一塊田你耕 什麼田呢 真是不知道 養牛 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專才的 那就回去內地幫忙 現在國家都需要你 我們集大都說要上山下海 2.0 呼籲內地的青年人 下去耕田 耕田 我很擔心 這件事 說到 現在內地媒體就說 那個小紅書亂象 那些假冒 不知道是不是假冒 那些中介為了吸錢都亂了 就說低價香港身份申請 通常只是交這個申請表格 不管批不批得到 更加有些中介會用一些迷惑的退款機制 例如收取申請者五萬元 如果不批就退三萬 就四萬二元 不等的服務費 換句話說 有些目的就是吃你的差價 你五萬元申請 我包你如果不批的話 最少保底有三萬元至四萬元 他中間吃甲棍吃你一萬 當然他就望你不申請 申請不到 人人申請不到也好 什麼都好 說你死了 總之中介我代代平安 代了先 這樣的情況會益人家 為什麼益了這些中介 為什麼不是政府 你庫房開完 不如你政府做 我覺得香港政府做完 你交高財通申請的時候 會不會收回一些錢 人家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這樣做 那麼有這些中介從業員 接受內地這個財聯社 訪問的時候 就抱怨 就說 這些中介公司 一開始 只是想著 賺那部分不退的錢 就是這樣 其餘的東西 四個大字 在網上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廣告 我告訴你 例如他這樣寫 高財 幼財 留學 七年後 拿到永居 可參考 華僑新聯考 彎道超車 造卷王 厲害 規劃香港身份證 規劃香港身份證 只需五千元 絕對正貨 這樣 可以這樣說 這些 所謂的寫包單 就算不寫包單也好 有人幫你搞 個個有你沒有你 填了方法 當然 有人會覺得 這個 叫做香港身份 在內地 小紅書的廣告 飛到周圍都是 說到 政府 這個搶人才政策有效 從數字上 你可以看到 永久居留的申請 被他的情況 在減少 根據香港方面 這個勞福局局長 孫玉咸指出 七項計劃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被拒人數 在18年到21年當中 都有增加 從18年的985單 到21年的4417單 去年又跌下來 去到3117單 就著一般就業政策 申請被拒 亦都有大幅減少的跡象 換句話說 現在 你總之申請的話 很容易都批到過來 當然 為何有人說 香港不好不好不好 不好什麼不好 你看到身體很誠實 現在政府放寬 立刻 都拿出香港身份證 那當然 背後的原因就是 好像我剛才說的另一宗 小紅書 現在每個人都在這裡說 怎樣可以借香港做一個踏板 可以跳出去世界各地 去做一個申請 有人說 拿香港身份證 你去英國也方便些 有人這樣說 你拿著一本特區護照也好 甚至乎 你出去玩 拿簽證也方便些 這件事 暫時還是一個事實 但是會不會影響得到 遲下 那就不知道 這件事 就是容後再研究 但是 你看到 這次的搶人財計劃 引起不同的中介出來 爭飯吃 甚至乎 會不會引進了一些 不是非專才的人 進入香港 我相信 都是可以估計得到 五千元 你這樣被人賺 這些錢 政府不如想想 甚至乎聯同內地政府一起 國家都在叫 之前有專家說 收你香港人 失業稅 是吧 不用了 中介 兩邊政府都做了 內地政府也好 香港政府也好 聯同一起做 所有經中介的申請 完全不批 你喜歡扔錢給他 沒問題 你跟政府申請 不行的 申請費用很便宜 500元 500元 可以嗎 1000元 人家最低的5000 我1000 試試 只是這樣說 如果人們不介意給錢 別人賺錢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自己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現在看到輸入外勞方面 有巴士各行各業 之前也有報導過 外勞未到 香港工人的飯碗 甚至乎那副工資 那些工資已經開始縮水 因為你看到 旅遊巴士公司 之前有報道過 他故意減價 明明一個星期前 兩萬五 沒有人 然後兩萬 請不到人 有人就報道 他這種做法 刻意 營造一個感覺 告訴政府 我請不到人 我什麼辦法都請不到人 可以申請輸入外勞 現在建造業方面 人工 有人說 這麼高 人工 建造業 外勞 輸入計劃 看到各個工種 不同的工種 月薪 看得到 都非常 有人說話聲 為什麼這些工 香港都沒有人做呢? 一起看看 你不要以為他 找得少 你以為他找得少 絕對不少 好像地盤 有一些 吊雞 天秤 打莊 月薪中位數 40,88 內地有多少工地 有多少 天秤 很多 他隨便走 我上網看過一位 類似主播 博主 他經常拍攝自己 做吊雞操作 天秤操作 出糧 一個月只有幾千元 五、六千元 如果跟你說 他在香港做 四萬元一個月 八倍多 可以做 很多人可以做 當然 就算你說 那個回率 差八折 好嗎? 八折 都發達了 差很遠 他代幾個月錢 有人說 做一年嗎? 40萬 40幾萬 回到內地 真的兩個世界 你想想 我當你六千元一個月 有些人出糧 出六千元一個月 我看過那個直播主 我看著他出糧 他自己拍的 出糧 這個月代多少 一萬 有時候會出到一萬 但怎樣也好 你看到那個差距實在太大了 紮鐵 運營土 冠章工 木工月薪 中位數 大概有三萬七千八百元 嘩 因為 為什麼會有這個數字 原來政府 他有個要求 輸入外勞的人工 不可以低於行業工資 中位數 換句話說 他們請的外勞薪金 應該是拍得住 甚至乎和香港的工人差不多 為什麼會這樣做? 有人說 嘩! 其實是兩個原因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如果他出的工資太低 沒有人來做 第二 出的工資太低 本地工人的飯會一定會打破 每個人都會預計 舉例 如果他不是這個四萬零八百元 他可以兩批 兩批請外勞 那不請你本地人 為什麼要請你本地人? 我一個頂你兩個 你一個香港人頂你兩個外勞 所以為什麼要請一個 四萬多元一個? 政府原意在這方面 好像保住大家的飯碗 但是同時間 你會看得到 你一定是吸引所有人來做 每個地方的人工 人均收入都不同 生活水平都不同 所以你為什麼內地有這麼多廣告? 為什麼人們會撲到來? 不算你跳位 跳板 借香港的身份證 跳到其他地方之外 有多少真的 新生 即是叫一年也好 叫兩年也好 找那塊錢回去 雙腳 有多出奇 你不只是個個都住在廣東省 有些港都二、三線 他夠錢的了 他夠錢買樓 香港沒有的 每天都要工作 香港不需要有什麼消費 這麼貴的不消費 有什麼時候回到深圳消費還可以 一樣道理 看得到 你只是頭兩個工種 一個四萬 一個欠四萬 這個結構 鋼材巷接的工人 月薪中位數三萬五 電工也三萬一 泥水也兩萬七 這些數字 有人覺得 地盤工人 你看不起他 很髒 不專業 但是 你說出來 原來每個月他們找的人工 都有這些數字 甚至乎 比起一些所謂的高學歷的人士 找得更多 就著這件事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近期內地 現在的風浪 人才輸入計劃 外樓輸入計劃 在內地就炒得熱烘烘烘了 對於究竟香港 是不是真的很缺乏這些人 甚至乎工人 我覺得未必是 只不過 為什麼他們會很受內地人歡迎 就是 他們真的不想在香港長住 他們賺到錢就離開香港 你不跟香港 你香港本地人 又要面對衣食住行 各樣都貴 如果有一個地方 跟你說 40萬一個月 好像踢球 那些美師 那些足球員 周身幾十萬磅 那些 過百萬 周身 過百萬港元 周身的時候 你無所謂 你就走人來那裡打工 做完之後 回到香港 眼睛腳腳 發過李嘉誠也可以 是的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 在香港一定是會 湧現了很多外勞 因為 那個人工 給出來的數字 就太大 太吸引了 變相 有個問題 就是 可能有很多老闆 真的 他會轉頭 可能 因為他 用一個中位數去計 而已 有些盤頭 可能是吃水深一點 這些就是等於中介的問題 中介人 高財通 中介人 吃水 全部都一樣 所以 你看到小熊書上面 有多少 古靈精怪攻略 這些攻略 第一百 然後教你怎麼申請公屋 含價六萬元 寫包單 五千元香港身份 現在什麼香港身份 那麼賤 唉 所以說 不是的 又說 不是賤不賤的問題 本身政府這件事是無價的 是他們去審批 值不值得甚至合物資格下來的 但你見到 現在原來有價有市 所有東西都可以炒賣 整件事 看到的多悲哀 接下來 看下政府 會不會再去修改一下 甚至乎調整一下 因為 接下來 說到外勞 大家的飯碗 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他可能真的會輸入大部分 甚至乎香港各行各業都可以輸入外勞的情況下 恐怕都會對大家的人工也有些影響 剛才那條數 中位數 一定是會在中位數上最低的位置出人工 但是有些人可能在同等的工種裏 有些就很高 有些就很低 我相信 未來可能都會用一個很低 比較市道低的價錢 走去 中位數 有人就覺得 你遲下 那些老闆不守緊 不加多些人工 捏到那條中位數越來越低的時候 他就很划算 請點外勞 那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出 但是 我不排除都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 如果就是這樣的話 走下去 真的 派多些消費券 只能夠這樣說 希望他能夠派多些消費券 如果不是真的基層市民都很可憐 不要說基層 甚至乎找得多錢的人都很可憐 那怎樣也好 那政府另一方面會不會就他 就住 這些中界的問題去處理一下 因為被人賺大錢 哇 那個個不做地盤了 走去做中界 不用寫包單 挺好的 中間食甲棍 這些生意 沒得輸 有人說哪有得輸 幫你遮下份份 分分鐘會不會有人 涉及一些其他古靈精怪的東西 看看政府會不會下手調查一下 因為你近期小熊書都搞起很多風波 什麼DSE 那些什麼會口 還是那些市卷 有洩物 那究竟小熊書裡面充斥了多少古靈精怪的東西 實在太多 好了 那今集說到這裡 看看接下來 下一節再說 拜拜